大家好 我是熊哥 大年初了 祝大家平安健康 那前天這個除夕 我來上班 碰到一位跟我同年齡層的 我們的錦文科技大學總務長 陳教授 他是偶爾會來 我是第一次在這邊碰到 那聊到以前 這個以前我們在學生時代 會去看哪一場比賽 這個滿滿的回憶 那陳教授也說 他是因為最近這段時間 這半年一年看到我的 這個教學影片視頻 讓他重新拿球桿 覺得說撞球隊 這個我們身心是非常好的一個 沒有運動傷害的運動 然後他還有一個 讓我們精氣神可以提振 跟所謂的氣功按摩效果 這是我個人認為 其實我們講開球對不對 我預備動作做好 然後我要調整呼吸 最後集氣那一剎那 爆發出來 這種都是對身心非常好的一種 一種運動 其實撞球他是一個無氧運動 因為我們要急氣爆發出來 因為我們在打球 包括開球的瞬間我們是停止呼吸的 這四九碰 當然比賽可以四九碰 那我們來做做看 做直接靜帶好了 直接靜帶來講的話 假設以自由球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球就要怎樣 從這裡來這裡來 但這個球 它的角度又沒辦法做很斜 那或者是我們做N字形 我們講N字形的話 就從這裡來 注意六號 閃八號注意六號 這個球才縮起來 這個球球才縮起來 那沒辦法 這球其實走路線是不對的 那我們把它吃完了 其實還是把它吃完 撿起來 非常柔的 趕法六九中間出去 非常柔 讓它旋轉只要立即反應 做中帶 也可以抵帶 拉沒拉到 我兩次失誤 一局球兩次失誤 兩次失誤 一局球兩球失誤 兩球失誤 那一步就是如人生 可能要快變成三個失誤了 還好 球局啊 球星就如人生 雙喜臨門 沒有 撞球那一步如人生 見招拆招 開球這個動作 還有我們 包括打球 它是無氧運動 無氧運動的定律就是 定義啦 就是說你在 執行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 運動的時候 是停止呼吸 然後要有一些 肌肉的爆發力 五號球 五號球 二號 一做二 來 輕推做薄球 橫抬左塞 輕了 輕了 角度不要太大 還好 到樓 我這球打太厚了 好 好 那這時候怎樣你知道 這個時候就要去判斷 我敲五號 稍微要有點力量 就是說力量不能太輕 你敲出來 這 基本上就會 把五號敲到中間區塊的話 有嗆死的機會很大 太輕的話就當然出不來 來 母球貼一下 小潛水沒有潛水 燉乾 用力 洗這個袋看看 有沒有 有 好 那過年期間大家 注意安全 保重平安 農年行待 那再次感謝我們的陳教授 好 下次見 我們按讚囉 掰掰